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一场CBA联赛 那么广东是大比分的战胜了天津的 应该说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 可能大家并不感到太多的意外 不过新外援莱多的首秀 的确是非常让人感觉到惊喜 首秀就拿下一个三双 这是在广东南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情况 因为广东历来并不是一支 特别依靠外援的球队 所以说能够打出如此华丽的数据 而且还是在第一场的比赛里边 的确是让人们感觉到非常惊喜 那么通过莱多的这种 本场比赛的这样一个表现 当然虽然很多人会说 这仅仅是他第一场表现 说明不了什么 的确,但是第一场比赛打得好 是不是就比打得不好 要更容易给人期待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和更多的可能性呢 第二,也有很多人会说 天津队是一支弱队 当然天津队的确势力不巧 但是你要考虑到 目前天津的状态 可是要比广东好的 天津此前是刚刚取得了 三连胜的成绩 而且是连续的战胜了 山西和北京手钢 两支可以说是CB的净率球队 特别是打北京手钢的时候 把外援林书豪 也是防的一分没得 那莱多同样也是一个外线球员 那么也就说明 其实天津队 他只要想去防守的话 他的外线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 能够限制住一些 得分能力很强的外援的 那也能够说明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起码并不像很多球迷眼中 想的那么低 那纵观这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莱多的道理 可能会给广东带来几大惊喜 首先第一个惊喜的话 就是别看莱多本场比赛 他是一个首发出战 但是我预计 在维姆斯回归球队之后 莱多还是会到替补席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明显你通过莱多的打法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偏向于布鲁克斯那种打法 或者说是杜峰有意 让他像布鲁克斯那样去打 就是我不需要你去 像维姆斯那样持球 去造成更多的杀伤 去冲击那些 你只要能够保持住 这种投篮的稳定性 吸引防守 必须能把球分出来就行 这正是上个赛季布鲁克斯所做的 上个赛季布鲁克斯 带领球队的二套阵容 带着胡明轩续杰 三后卫三剑齐发 整个广东南篮 大家为什么觉得他快呢 就是快在第二这种里面 而不是快在首发这种里面 那么莱多很有可能 在维姆斯回归之后 就去顶替布鲁克斯 来做这个事情 领着胡明轩续杰 重启上赛季 广东队非常恐怖的替补席 第二点的话 那比布鲁克斯更加适合的 莱多的防守 只要他愿意防守 他的防守效率 肯定是要远高于布鲁克斯的 其实上个赛季 广东队在第二阵容里面 也是一个伤低一千 自损八百的阵容 他们的防守并不是特别的好 跟对手拼的是进攻效率 因为毕竟胡明轩续杰 上个赛季成长太多 再加上布鲁克斯 也是个效率奇高的外援 所以说这三个人摆在一块 你去跟其他球队的板凳拼 哪怕是跟辽宁这样的强队 去拼板凳 那广东也是占据优势的 我就是比你能够得更多的分 但是现在这个莱多 我们看到 无论是身高臂展对抗能力 包括对于后场拉伯的保护 都是要高于布鲁克斯的 这个我们在此前的视频当中 也给大家去分析过 那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如果他愿意态度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他按照布鲁克斯那种打法 肯定也会给整个球队 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第三大惊喜是什么 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 胡明轩 胡明轩这个赛季 说实话 这个表现跟上回赛季相比 是变差了的 那我相信随着莱多的加盟 那么胡明轩 他的状态会回来的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胡明轩之所以打的不好 就是因为布鲁克斯 从这个阵容当中拿出来了 那所有的防守压力 都压在胡明轩的身上 他目前还没有这种得分效率 去跟布鲁克斯相提比论 那现在来了一个莱多 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传球意识也是不错的 给带动起来 那整个广东拿来的第二阵容 也将会全部盘活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 还是赵瑞的归队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 咱们刚刚说的三大惊喜里边 其实有两个都是对标的布鲁克斯 那眼下布鲁克斯已经是 身体恢复健康的情况下 依然在美国迟迟不愿意去归队 我个人猜测 可能不仅仅说是一些私人事情的人 可能是他跟俱乐部的沟通方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才导致他迟迟没有归队的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已经多次强调过 现在这个阶段 那么未来布鲁克斯越晚归队 对于他的隔离政策将会越严格 因为马上就要冬奥会了 还有赶上咱们中国的过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队等于是向布鲁克斯给摊牌了 我现在来了一个莱都 首秀就打出这么完美的比赛 那你布鲁克斯 现在已经是化被动 化主动为被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了 同时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 整个东风其实是玩了一个 八人的轮转 哪怕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那么杜丰都没有选择 换上一些板凳系莫障的球员 这也说明 这场比赛杜丰真的是 非常非常希望迫切 用一场胜利 第一提升球队的士气 第二的话呢 是转移 大家对于目前广东南来的 一些不太好的负面评论 当然目的也是达到了 那也希望广东对目前 未来能过去越打越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